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款合适的运动耳机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这款 PowerBeats 300 Dr. Dre Wireless为例 来讲一讲一款运动耳机的自我修养 首先我觉得运动耳机呢 它最起码得是无线的吧 如果你带着个有线耳机 兜里肯定有揣个手机啊 或者是播放器 这拖家大口的 哪像是来运动的呢 而且你动作幅度稍微大点 耳机线就乱飞 碍事呢又不安全 而这些问题只要有一款无线耳机 就能通通解决了 所以啊 这有线耳机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好 那么就一款合格的无线运动耳机来说呢 我觉得它应该做好三个方面 第一 是佩戴的牢固性和舒适性 第二呢 是无线连接的稳定性和便利性 第三啊 就是续航 首先呢 耳机是要和你的耳朵亲密接触的 尤其是运动的时候 更应该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运动耳机的牢固性和舒适度 应该是我们考量和选择的关键啊 而耳机的形态千奇百怪 那么从运动耳机的固定结构上来看呢 主要分紧挂式和挂耳式 紧挂式呢 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环挂在脖子上的 然后是延伸出来的耳机 所以叫紧挂式 这个环呢 可以起到固定的作用 不过 做运动的时候 还是会晃动 带着它 那天器材还行 要是跑步什么就不太适合了 那么挂耳式呢 顾名思义就是挂钩挂在耳朵上的 PowerBeats 3就是这种类型的 它的牢固性呢 会比顶挂式的更好 就搭不住动作的时候呢 也会更加的韧性 佩戴着舒适度方面啊 硅胶材质的这种挂钩 搭配三种不同的size的耳塞呢 戴起来会比较贴耳 而且耳机线也可以调节松紧 方便不同体型的人 灵活的调节 另外啊 PowerBeats 3支持抗旱防水键 也提高了耳机的耐用性 总的来说啊 在运动耳机最核心的 佩戴感受方面 PowerBeats 3做的都还不错了 算是一款定位明晰的 专业运动耳机 信号不稳定啊 一直是无线耳机的 一个潜在的问题 通常我们把手机 放口袋听音乐 当然没什么问题啊 但到了比如说建成房 或者是更复杂的 运动环境中呢 一般都是人机分离的 那手机稍微搁远一点的地方呢 就很考验 无线耳机的信号稳定性 PowerBeats 3采用的是 Class 1的蓝牙技术 理论上来说呢 相比大部分采用 Class 2的技术的耳机呢 它的传输距离啊 会远很多 我们在信号干扰情况 比较复杂的办公区域啊 做了一个小测试 大概十多米的信号 依然很稳定 到了空旷的走廊里呢 它的极限传输距离 也差不多有30到40米 所以说PowerBeats 3 应付大部分的运动场景 是问题不大的 另外呢 PowerBeats 3与苹果设备的连接方式呢 又十分便利 无需配对蓝牙 只需打开耳机 靠近设备就OK了 而且它能在iCloud账户下 和iPhone Mac Apple Watch之间 无缝切换 可以说是苹果用户的 最佳伴侣了 那么告别了有线的缠绕呢 就得为无线耳机的电量操心了 和手机不同的是 耳机一般都是碎片化的使用场景 你也不会时不时的就给它充电对吧 所以啊 对于无线耳机来说呢 哪怕是两三个小时的续航提升 也是无比幸福的 经过了我们的调研呢 现在市面上的运动耳机续航呢 一般都是在八个小时左右 大致按每天健身两个小时来算呢 三到四天 你就得充电一次 一个星期呢 只要充电两次电 这款PowerBeat 3呢 得益于苹果的W1芯片呢 低功耗优化 续航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 相比一般的运动耳机呢 多出四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而且PowerBeat 3呢 支持快充 充电五分钟 就可以续命一小时 体验下来发现 没有那种听几次就要充电的感觉 非常微妙 多出两天的使用时间 虽然不多 但会给你一种十分耐用的印象 而且刚好一周一次的充电周期 也大致和工作日这个周期相符合 不容易忘记充电 作为一款运动耳机 PowerBeat 3 佩戴的牢固性和可靠性非常不错 符合它运动的精英 而在综合的用户体验方面呢 它又显得不那么运动 无论是连接稳定性还是续航 都比传统的运动耳机提升了一个档次 当然了 如果你是一个外贸党 PowerBeat 3的高颜值 也方便你在健身房把妹聊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的科技生活方式 请关注我们的官网 ZLO.com 我们下期再见